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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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搜了半天了 您太辛苦了 这点事就交给我们兄弟就行 你们俩都干什么呢 等着吃息呢咋的 赶快给我搜 是 挨着屋给我搜啊 是 快点啊 太监 等一下 这件我来 你去搜那边 是 是我 这 这咋还绑上了呢 不该问的别问 这也是军事机密吗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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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还没出现 能不能进去 进去看看 主教练 您还不赶快去后处看看 那个灶上的叉烧包好没好啊 对 我都忘了了 快点快点 太监 太监 来来来 我什么 这里边啥东西也没有啊 空空荡荡点 什么都没有啊 大味老难闻了 幸福的话 太监 你可千万别进去 太监 你们都搜查这么久了 累了吧 我这边刚出炉的包子 根儿又大又香 你们快拿着尝尝 对 小心躺 躺啊 刚出锅的 慢点 太监 慢点 杜少伟 你赶紧帮我放开 莫家居 你还信不够乱是吧 休息会儿 一会儿万一要打起来 你也准备捆着我呀 打起来再说 你先怎么干 家居讲究了吧 赶紧的再给太监拿俩呀 快 慢点吃 太监 太监 喝杯茶吧 喝水 达达的好吃 胖子 太监夸你包子好吃呢 谢谢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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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 再来一个 你们你 达达也好 你可 太监 再拿几个 这次算我一大功啊 疼啊 都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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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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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什么人 具体的 没有 今夜发生的战争 全是五人 我 我想 但是 最近遇到事件 是 这些人的仕事 他们的仕事 还是有仕仲 有仕仲 要查一下 早上 警察和拳兵 出现了 对 派遣了时 公共的服 什么 这些 这些洞窃困 不是 摩太城的舞台 是 摩太城 是 是 是她 你认识她 当然认识了 这就是墨孝川的老婆 沈局长的妹妹啊 是 首先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钱 浅川达野 你烧成灰 我都能认出你 莫夫人 咱们之前见过面吗 不会吧 如果见过面的话 像莫夫人这样有魅力的女子 我想应该不会没有印象 我曾经有一次 可以一枪打死你的机会 可惜我错过了那一枪 你还是在对莫斯林的死 耿耿于怀 莫将军选择了一个 让人肃然起敬的死法 一个有着极大的荣耀 和尊严的死法 是你杀了他 实话告诉你 我到今天都没有想杀掉 莫斯林的意思 所以我才回来 也在同时给你一个机会 这场战争 带走了很多我喜欢的人 所以 我不想让我尊敬的人的遗霜 再死在我的刀下 莫夫人 把你同伙的名字都告诉我 我就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你做梦 我男人已经死了 家也没了 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义吗 难道你不想照顾 莫小春的儿子莫家军吗 你 当然 我想你也有所了解 莫家军跟一伙残兵败将在外面 建立了一支叫铁血抗日军的组织 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 也就在前不久 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主力 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 还剩下一小伙残雨 我相信解灭他们 也只是时间问题 莫夫人 怎么办 咱们两个做个交易怎么样 只要你可以跟我们合作 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放了你 我也可以向你保证 等我抓到莫家军的那一天 我可以网开一面 饶他不死 毕竟 也是老朋友的儿子呢 睡着了吧 应该没事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睡 他莫家军一脑门死鬼主意 不得不防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想要了解一个人呢 莫故意是他的对手 你们两个这三年的价 算是没白打 对了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占那个 毒气弹药库没成功啊 那里没有毒气 是空的 是空的 怎么会这样啊 不知道 也许是我们的情报出错了 总之这次失败了 目前 耽误之急事就在沈丹姐 等莫家军醒来 我们真得好好地商量一下 下一步的打算了 我可以喝杯水吗 这些叶仙小子 混蛋我要杀了你 死个牌 日本狗 王八蛋 王八蛋 滚 建川大军 没事吧 不是 要我说呀 你严刑考打他 真没用 他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同学 这脾气大得很呢 脾气一上来 几个男的都拉不住 典型的吃软不吃硬 你有什么办法 能撬开他的嘴 我不想 不过我知道一个人 也许行 伦吆 早点睡 这儿我看着就行了 好 那我下半夜来替你啊 来 喝水 对了 你明天早上去马尼秋假一趟 告诉他城里出事了 让他注意安全 好 早点休息啊 你不去睡啊 我还不困 我再待一会儿 你 你干吗一直这么看着我呀 我好久没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你了 你这么说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可以 我这次来这里 我发现你对墨家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只想你是讨厌排斥他 现在 有的时候跟他有说有笑 还会关心他 我有吗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当局者迷 你 有些时候 可能你自己都看不出来吧 不过也是 墨家军拼命保护你 一路把你从观音山背到这里 换成是我 我也会被他感动的 他 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对他 我对他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啊 我说过了 现在国难当头 我不想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 我困了 我先回去睡了 杜小姐 我听说你们从小就是好朋友 我想 你也不希望你的好朋友出什么意外吧 这次来 你是为了帮你的好朋友 同时 也是为了帮我们 解决困难的 拜托了 怎么不见浅川太君 浅川君 这么晚了 休息了 好 谢谢 嗯 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 怎么样 刷好点了吗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假惺惺的来这一套 你不觉得恶心吗 喂 吃饭 要保证 安全 没事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请你 是 日本人跟我说得很清楚 只要是你肯合作 他们就会 放了我和家军是吧 你觉得这句话 浅川来 和你来跟我说 效果有什么不同吗 没什么不同 你还是以前那个倔脾气 我可告诉你 近来这里的人 很少有活着出去的 作为我们以前的好姐妹 我也不希望你出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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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资料 最后在家里看到了 我指示通过 他们的家族和 他们的部队 神丹的资料 资料都封鎖了 你不忍心看我去死 你就忍心看我给日本人做狗吗 就像你一样 我这比什么都强 记住 不管你怎么看我 听我一句劝吧 我真的是来帮你的 你饿了吧 吃点东西吧 少来这套 少礼 少礼 小川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我死也不跟日本人合作 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吧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滚 滚 你放开我 浅川泰君 长谷君说你已经休息了 我是休息了 但是一直没有睡着 你那个朋友让我很头疼 我听说你在这 就过来看看 我想知道 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他是犯人 当然要带到镇上的监狱去 看来 你这个朋友 也不是特别给你面子 所以 我要换做我的那套方式 我肯了解他 甚至比他自己都了解他自己 我想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可以说服他 跟日本人合作 陈佑生之前也是这么说过 但是通过刚才的谈判 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我现在不是在替一个犯人给你求情 而是 为我的一个好朋友给你求情 他是莫孝川的老婆 我相信您了解莫孝川在史安城的实力 大家对他都很幸福 说服沈丹 对于您稳定史安城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 您给我五天的时间 如果五天后还是这个结果呢 任您处置 好 我就给你五天的时间 阿佐盖君 马尼君和家族 和他一起去 铁牙的部队 马尼 马尼秀竟然也参与此事了 难道他是假投降 真抗日 小姐 要我说的话 他这样跑了 肯定是做贼心虚 小姐 你找个时间 再去问问 沈丹他们的落脚点 不就行了吗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先救出沈丹 然后找到他那些同伙 我估计他那些同伙 现在也在救沈丹 我好像知道他们藏在哪 你说说看 还记得上次 陈又生带我们去 巨服楼吃饭吗 就是马尼秀开的那个饭店 我刚刚才想起来 里面有个服务员 就是以前沐孝川手下的 一个参谋 我一个朋友跟他是同乡 去年 我们还一块儿喝过一次酒 马尼秀 参谋 调头 回去巨服楼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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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sale 是 我 是 我 我 还来了 我 这 我 就 毁了 不好了 家军不见了 莫家军不见了 怎么了 莫家军不见了 怎么了 家军不见了 家军不见了 人呢 知道你看好他的吗 就是啊 他们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走啊 我睡了会儿 只要打了会儿盹儿 人家就不见了 打了会儿盹儿 你可能就喊我们呀 这下可好了 家军快出去 只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呢 对啊 赶紧出去找 在他处事之间 把他找回来 快 快走 这大清早的 一个一个都不睡觉 吵什么呀吵 睡睡 你就知道睡 家军不见了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呢 他在厨房呢 厨房 快走 快走 别愣着了 快走 家军 你没事了吧 你们喊什么呢 好 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 都饿了吧 赶紧坐下 吃点东西 吃完以后 我们还有好多事儿商量呢 看来你是真没事了 行了 都吃点吧 吃肉 周光烈 那那那都有 都有 吃吃吃吃 不会是鬼子又来了吧 听什么家伙 听什么家伙 客官 我们这儿六点才开始卖早茶 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您待会儿再过来吧 你们这儿不是有客房吗 我来住店 不好意思 客官 我们客房已经住满了 您还是去夏家吧 你还认识我吗 还认识我吗 李三某 你是谁 看来 我果然没有认错人 别动 把枪放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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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都别动 邵尾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 马尼秀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日本人也已经知道了 这是马尼秀开的饭馆 天一亮 日本人就会查封这里 你们在这儿并不安全 想要救沈丹 必须要跟我合作 我们怎么知道 你不是跟日本人串通好的 我不会傻到去害自己的弟弟 而且沈丹是我多年的好友 我更不会看着他去送死 那爹呢 你到处是怎么忍心把爹赶出家门的 爹是让日本人杀死的 你现在却给日本人当狗 你还是人吗 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你弟弟 你也不是我姐 你也不是我姐 你给我走 走 走啊 小姐 小姐 少爷 少爷 你真的误会小姐了 老爷是自己主动要走的 再一个 小姐这么狠心 他是为了保护老爷 保护 把我爹从家里赶出来 让日本人杀死 这就是他保护的结果吗 老爷是为了帮你们而死 难道你们就没有想想 当时你们在歌舞厅 刺杀的时候 是谁在暗中切断的电源 还有在未安所外停的喊车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 这只是巧合吗 少尉 怎么办 那 快走 快走 家军 怎么会有日本军装呢 霍城之前 小姐就计划着 带着活下来的贵军兄弟们 一起暗中打鬼子 小姐之所以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 就是忍辱负重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成立这些日子 一共被干掉六个日本军官 外面有些留言说是你们 铁血抗日军干的 他们可以不清楚 难道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少姐的委屈 你们谁能体会到 你们谁能体会到 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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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别闹着 好险啊 要是派去部的话 就被他们发现了 走 走 太军 都是我的失职 我立即组织人手 去追查凶手及其同党 不用了 把你的人 凌早交给长谷军统一指挥 千川军 您给我一次机会吧 让我将功补过 好不容易 才当上这个局长的呀 沈局长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没有要撤你的军 我反倒要对你为以重任 之前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七星镇 使安城恰恰被我们疏忽了 与哲理相比 使安城的地理位置不言而喻 所以 我派你即刻回去 协助留守的皇军 做好安保工作 是 我立刻就去 听说抓住一个女人 身份搞清楚了吗 咱是还不太清楚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个人不是本地人 很有可能 是北边共党拍过来的人 这件事情 我已经交给长谷军统调查了 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是 去吧 来 来 进来 这是哪儿啊 我说大少爷 这是咱们家七星镇的货站 你连这儿都不认识了 这是你的货站 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这个小七 我让他把这个门弄松一点 他就是不听 少伟 你倒是过来帮帮我呀 我来 我是你姐 我不会害你的 你们要是谁不相信我 就别进来了 小伟 走吧 这东西怎么这么显熟啊 这个是烧杯 烧化学课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演试过 你忘了 烧杯 烧瓶 广口瓶 锥形瓶 这简直就是一个实验室啊 谁 谁 谁 出来 别别别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著名的广西化学专家 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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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跪在地上啊 我 我在计算公式啊 就差一点了 那你怎么跪在这里计算呢 对呀 我怎么跪在这里呢 真是 来 来 我 来 来 你 来 来 来 你刚才喝的是什么呀 我自制的饮料啊 少爷爷 你确定他是个博士 不是个白痴啊 你们别看他人怪 他可是全国 数一数二的化学专家 是我特意请来帮咱们的 既然这里是个仓库 为什么会有个实验室 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穿着伪军军服这么折腾 不会是为了杀个人 这么简单吧 我跟你们的目的一样 是冲着毒气氮来的 而这里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毒气氮而准备的 我当日本人有什么高招呢 原来把你给派来 你别误会 老同学 我真的没有别的目的 我来呢 就是为了看看你 这不 我给你带点好吃的 今天 哪招啊 饿坏了吧 瞧我这话问的 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那肯定是饿坏了 我真的是老同学来看看你 吃吧 别饿着了 还真是好吃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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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水 慢点吃 别噎着 没人跟你抢 我确实是给日本人卖命 不过老同学的情意 我心里还是有的 就烧鸡啊 还真的挺好吃的 是吧 我是在镇上一家 叫巨福楼的馆子订的 听说是镇上新开的一家馆子 厨子还不错 怎么样 菜还可以吧 不错 挺好吃的 行 那你先吃着 我还有点别的事 过几天我准备点好吃的 再过来看你 先走了 来 刚才我在里面 提到巨福楼三个字的时候 神丹 有那么一个瞬间 表情凝固了 我觉得这个巨福楼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秘密据点 阿萨哥哥 走 走 走 快点 来 姐 误会呆 我一直误会 还一直想杀你 我对不起 你杀了我吗 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 起来 起来 丑围 你给我起来 我们是一家人 我是你姐 我怎么可能去当汉奸呢 我怎么可能去当汉奸呢 你之间不了解情况 你埋怨我 我能理解 我就是说嘛 当年能带着我们全史安学生 参加反日游行的人 怎么能够心甘情愿 当一个汉奸呢 少云姐 你真棒 我那都是小打小闹 你们上战场跟鬼子 真刀真枪的拼 那才叫真棒呢 姐 你为什么不告诉迪和我呢 让我们一直误会你 那都是过去刀口舔血的日子 有今天 可能就没明天了 我怕爸跟着我受牵连 但是我没想到 爸还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是我不孝 至于你 也想告诉你的时候 你已经误会我是个汉奸了 我怕我再告诉你 你的思想已转变 你们这个小团队里人多嘴杂 再暴露了你老姐的身份 这就好了 你们姐弟二人 终于重归于好了 少云姐 咱们想想办法 咱们救我小妈吧 对 小姐 小姐 浅尘太军来了 快 快躲起来 走 来了 都会找 浅尘太军 您怎么到这儿来找我了 快请进 好了 你先下去吧 都会章果然是个有品位的人 真没想到 您在七星镇 还有这么个地方 我们做生意的人嘛 我们做生意的人嘛 哪儿都是家 浅尘君让您见笑了 今天您来这儿 不是为了看看 我在七星镇住在什么地方吧 称所谓 无事不登三宝殿 都会找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问问 今天早上离开了宪兵队 您去了哪里 昨天在宪兵队忙了一夜 觉得肚子有点儿饿了 早上起来想去巨幅楼吃个早茶 结果没想到 他没开门 就在旁边的摊上 吃了碗豆腐哪儿 前川军 您问这事干吗 都会长别误会 可是我听陈桑说 这个巨幅楼是马队长开的 现在我怀疑 马队长和镇上的良起治安案件有关联 按照惯例 我要马上查封酒楼 可是我派人赶到那里的时候 那里早已是人去牢空了 都会着 显而易见 有人提早地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过来问问你 今天早上去巨幅楼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经关门了 大门紧闭着 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跑了呀 我对你们中国的木企文化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个我知道 黄花驴做的 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木材 这个柜子看似简单 但是充分体现出来 陈桑不只值讲究 看似简单 却不失华贵 浅承军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在那儿见过一个人 什么人 谁 是莫孝川手下的一个参谋 当时我还没认出来他是谁 但是经过您这么一分析 我总算想起来了 是莫孝川手下的一个参谋 莫孝川手下的一个参谋 这件事情 听起来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不过这个情报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 谢谢你 杜会长 实在是抱歉 早知道应该早告诉您的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该来的 总归还是要来的 时间不早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先走了 你慢走 对了 杜会长 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 关于沈丹的事情 我希望你 配合我们尽快地去劝说 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着 这么有魅力的女人 在在我们的先兵队 接受严刑狗打 你说呢 他肯定是那些人 是 来了 或者我们 在我们的先兵队 至于 我们的主要是 先悔下 Do 想 严静 和 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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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